炎热又高温的夏季到了,夏季水果也已上市了,我们都知道吃水果好,水果含有维生素等各种营养,夏季的硬季水果,不仅可以香可结属,还可以降火。 那么,我们在夏天适合吃什么水果呢? 一,哈密瓜,哈密瓜被人欲来瓜中之王,是夏天香可结属的最佳水果之一。 哈密瓜的味道香甜,而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拥有防晒,预防皱纹,止渴,预防树气等功能。 如果一个人经常感觉心烦气躁,身体疲惫,口臭,可以多吃一些哈密瓜。 但要注意的是,哈密瓜属于良性水果,一次性不要吃太多,以免导致出现腹泻,还有趋寒体质。 糖尿病患者,生病肝神育的人,产后的人,都不要吃太多哈密瓜。 二,西瓜,西瓜也是大家在夏季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,西瓜微甜多汁。 清爽解渴,西瓜是属于肝含水果,有清热消暑,折和利尿等功能。 新鲜的西瓜汁可以增加皮肤弹性,减少皱纹,增加脸上光泽。 西瓜比较生冷,不要多吃,不然容易伤脾胃,导致粘口颜,感冒初期,口腔困扬患者不要吃,容易加重病情。 三,离子,离子吃清热解渡,清新降火,生筋润造等功效,对肺部,支气管,伤呼吸道,有相当好的滋润功效。 它还能具有促进消化的作用,如果觉得太凉,还可以煮着吃。 四,桃子,夏季同样是吃桃子的好季节,只要闻闻桃子的香气,便是一种很好的享受。 夏季初期的桃子水分比较多,肉质很鲜嫩,夏季末期的桃肉比较脆爽,桃子只会比较少,但它们的功能作用都是差不多的。 桃子的美容养颜的功效也是被大家所追捧的,桃肉中含有大量的糖分,可以改善面部肌肤弹性。 而且桃肉还有大量的维生素、矿物质,可以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,抑制黑色素沉淀,预防脸上出现色白。 所以爱美的女性可以多吃点桃子。 五,荔枝,荔枝自古以来就很出名,与龙眼、香蕉、菠萝,共同誉为南国四大国品。 荔枝还有丰富的糖分,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。 荔枝肉还有大量的维生素C、蛋白质,这些可以促进微血管循环,预防血斑的出现,让皮肤变得更加光滑。 但是这种糖分多的荔枝,糖尿病患者也要少吃,容易上火的人也要控制摄入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